哈囉,我是利用程 最近在教補小聲 真的是一個頭兩個大 之後有機會再把影片放上來給大家看 今天想要講的主題是 正手揮拍跟正手拉球的差別 正手揮拍跟正手拉球的差別 關鍵在於一個字 摩 兩個字叫摩擦 摩擦 如果是正手揮拍 我們是用撞的 是用撞什麼的 像這樣 它是用撞的 那如果是正手拉球的時候 我們要用摩擦的 像這樣 它是用摩擦的 我有遇過很多的同學 他覺得他自己會正手拉球 可是 他的下訓大家都拉不及 他覺得他會正手拉球 可是實際上 他以為正手拉球是 我手指要往後拉去打那顆球 就叫拉球 其實不對 如果我今天手往後拉 可是我打到那顆球 一樣手撞 那這樣 一樣也算是正手揮拍 因為正手揮拍就是用撞 今天所謂的拉球 不是手往後拉 就叫拉球 是你要用摩擦的方式 去摩那顆球 那個才叫做正手拉球 那個才叫做拉球 所以呢 單發一顆 下旋球過來的時候 你跟他講說 好 我們正手拉球 上旋拉的時候 是摩擦球 讓球往前 往前摩擦 那下旋拉的時候 你跟他講說 就是兩個動作結合在一起 第一段的動作叫做 由下往上把那顆下旋球 拉起來 拉起來的時候 再去結合上旋拉的往前 所以連貫動作叫做 往上摩 往上摩 往上摩之後 往前 往前收拍 把兩個動作結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連貫的連續的動作 好 你跟他這樣講完之後 結果 他下旋拉都拉不進 為什麼 因為他上旋拉的時候 就是用撞 他以為那就拉球 但是他其實都用撞 導致他在學下旋拉的時候 他不知道怎麼樣叫做摩擦 他以為他有摩 但是他發現他下旋拉都打不進 因為他還不會摩擦這件事情 所以呢 從下旋拉就可以知道說 他上旋拉到底就沒有作盾 因為上旋拉 你不管用摩的還是撞的 如果你看不出來的話 其實球都會進 那你會打的人 你就看得出來 他這顆球是用撞的還是用摩的 看不出來你就會覺得 兩顆都有進 每一顆都有進 那我會上旋拉了 可是今天變成下旋拉的時候 你發現 欸 他永遠都是下旋拉 為什麼 因為他摩不起 他沒有 他不知道要用摩的 這件事情 要用摩擦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要先把那顆球 摩起來之後 把它從下旋拉 然後摩擦變成上旋拉之後 再往前摩擦 等於是兩段 往上摩擦又往前摩擦 變成一個連貫的動作 這樣子 他打的進 下旋拉 他下旋打的進 能夠把下去 回去的球變成上旋 這樣子 才叫做真正會拉球 才叫做 我會拉球 我會摩擦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以前小時候 是怎麼樣去練習 摩擦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 很多我們在打桌球的一些動作 還有我們的練習摩擦也好 撞擊也好 判斷短的 長的也好 其實我們都可以從發拳 來進行我們的延伸跟我們的討論 都是可以從發拳去探討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接下來是我想要示範的 我以前小時候是怎麼樣去練習摩擦這個動作 那我現在呢 會用發球的方式 就是發上旋球 然後你可以去看 他彈到桌子上的變化 你就會知道說 喔 摩擦 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喔 好 那我們開始吧 這個方法呢 可以幫助我們練習摩擦這個動作 好 那你會發現 第一跳第二跳 他被彈到桌子下會往前衝 但這樣子就代表你是有摩擦的喔 如果你今天發現 欸 球 彈到桌子沒有不往前衝 沒有往前衝的那個感覺 那 說明 有可能 還是只是用中的 並沒有用活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想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 可是心非說我不難過 找不到 最好的時刻 最好的時刻